Hello大家好,这里是菜鸟秒学会 本期视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PR来制作顺时针擦除效果 首先我们打开PR,导入两段视频素材 然后将两段视频素材分别切割成四段 然后我们将第一层视频的第二段和第四段 拖入到下方的时间轴 好,下面我们单击最上层视频的第一个视频 然后在左侧效果空间面板当中找到视频效果 找到过度,找到镜像擦除 我们双击这个镜像擦除 然后在上方的效果空间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个镜像擦除 然后我们移到视频的开头 点击过度完成前面的小秒表给它添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我们再移到第一段视频的结尾 再添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把百分比调整为100 这个时候我们单击第一层的第二段视频 和第二层的第二段和第四段视频 按住键盘上的shift点击三段素材 就可以将它们选中 然后单击右键 粘贴属性 好,下面我们单击上面的序列 点击渲染入点到出点 好,渲染完成 下面我们重新播放一下 好,这样一个顺时针擦除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好,下面做一下总结 首先我们打开PR 导入两段视频素材 然后分别切割成四段 我们将第一个视频的第二段和第四段视频素材 拖入到下方的时间轴 然后我们单击第一段视频 在左侧效果空间面板当中 找到视频效果 找到过度 找到镜像擦除 然后我们双击 然后移到第一段视频的开头 点击过度完成前面的小缪表 给它添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移到第一段视频的结尾 再给它添加一个关键帧 将百分比调整为100 然后按键盘上的Ctrl-C 对它进行复制 然后选择这三段视频素材 然后单击右键 进行粘贴属性 这样一个顺时针擦除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藏加关注 下期再见